林道方便民眾進入山林 不過林道周邊的排水溝 集水井和擋土牆 很容易成為野生動物的陷阱 林務局三年多前搭建了簡易友善設施 透過紅外線攝影機 也記錄到了不少動物 順利脫困的影響 穿山甲媽媽背著寶寶 不小心跌入水溝 經過一番掙扎 才爬出脫困 林務局透過影片指出 在林道設置的排水溝 集水井 擋土牆等 如果野生動物跌入要脫困 恐怕更困難 因此決定使用簡單材料 設置了爬坡道 爬梯 或是攀爬網 透過攝影機記錄到動物 順利利用這一些設施出入 影像記錄到保育類 在黃猴雕走在爬坡道上 還有臺灣山羌 臺灣彌猴通通入境 這些生態友善設施 除了在林道設置 更推廣到森林遊樂區 與農田水利設施 在水增增設也拯救了青蛙 花根蛇脫困 以前的話是比較三面光 那現在的話 我們大家也都比較注重生態保育 目前已在二十九條 林道設置兩百五十二處生態 友善設施 並選擇生物出現熱點 假設三十一支紅外線攝影機 林務局表示 這些成功案例 可以提供國內其他工程 單位參考 其實不用花太多經費 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成效 記者林志明 郭俊林 臺北報導